圣主使他在教会中开朵花言 充满智慧与聪明的知识 给他穿上光荣的心仪 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 阿们 愿天父的慈爱基督的圣宠 圣神的恩赐与你们同在 也与你的心同在 我们今天经验圣安道斯多 方济会的会士 圣安道本来出生在葡萄牙 他过世在意大利北部 这个城市一直到现在都是一个朝圣地 很多人去在他的坟墓祈祷 圣安道是一个伟大的一个讲道者 有些故事说 他讲道的群众 那个人数有时候达到三万 那这个我是没办法想象 因为我连在一个小的教堂 人家都听不到我的声音 那么多人跟他们讲道 他们怎么听到 那真的是很了不起 当然他的教导 不只是针对一般的老百姓 他也是有一些神学的背景 因为他有良好的教育 那他在自己的修会 那时候也开始教导神学 所以他在很多方面都有贡献 我们祈求圣安道为我们传球 现在我们大家认罪 以便准备今天的圣道礼 主耶稣 你招叫了圣安道归向你 并爱你在万有之上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因为圣安道是个人的救主 与最高的典范 基督求你垂怜 基督求你垂怜 你在圣安道身上 彰显你的伟大与圣上 上主求你垂怜 上主求你垂怜 愿全能的天主垂怜我们 顺免我们的罪 使我们得到永生 阿们 请大家祈祷 全能永生的天主 你将卓越的圣道圣诗 安道斯多 赐给了你的子民 做我们在极难时的救助者 主你恩赐我们 靠他的辅助 善斗基督徒的生活 在一切苦苦中 抢蒙你的祝佑 一上所求是靠你的子 我们的主天主耶稣基督 他和你及圣神 永生永望 阿们 对纳博特说 把你的葡萄园让给我吧 我要用它做菜园 因为靠近我的宫殿 我愿拿一个更好的葡萄园 来与你交换 或者 如果你愿意 我也可以 照葡萄园的价值给你钱 纳博特回答阿哈布说 上主不准我把祖产让给你 阿哈布由于一次恶人 纳博特对他说的话 我绝不把祖产让给你 便闷闷不乐地回到宫中 躺在床上转过脸去 不肯吃饭 他的妻子 伊泽贝尔来见他 问他说 你为什么心里这样忧闷 连饭都不肯吃 阿哈布回答说 因为我对一次乐人 纳博特说 请将你的葡萄园 按时价卖给我 或者 如果你愿意 我可以拿另一个葡萄园 来和你交换 他却回答说 我绝不把我的葡萄园 让给你 他的妻子 伊泽贝尔 对他说 你真会统治以色列 只管起来吃饭 心情愉快 我必把 依次乐人 纳博特的葡萄园 交给你 伊泽贝尔便以阿哈布的名义 写了一封信 写了一封信 盖上 君王的印 天主和君王 你们就把他拉出城外 用石头砸死 那些 与纳博特同住在一城的长老和官身 便照伊泽贝尔 吩咐他们的 照他送给他们的信上所写的做了 宣布禁食 叫纳博特坐上民众的守卫 两个流氓前来坐在他的对面 当众作证 控告纳博特 路骂了天主和君王 民众便把他拉出城外 用石头砸死了 然后派人告诉伊泽贝尔说 纳博特已经被石头砸死了 伊泽贝尔听说 纳博特已经被石头砸死了 就对阿哈布说 你起来 就于占领一次乐人 纳博特先前不肯造石架卖给你的葡萄园 因为纳博特已经不在人世了 他已经死了 阿布一听说 纳博特死了 就起身到伊泽勒尔人 纳博特的葡萄园去 占有了他 上主的圣典 感谢天主 上主求你留意我的兴趣 上主求你留意我的兴趣 上主求你请听我的语言 留意我的兴趣 我的君王我的天主 请垂听我求助的呼声 上主求你留意我的兴趣 因为你不是喜爱罪恶的天主 恶人不能与你同住 狂傲的人也不能在你面前站立 上主求你留意我的兴趣 主说 主说 我给你们一条新命令 你们该彼此相爱 如同我爱了你们 阿里路亚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新名同在 攻读圣玛窦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那时耶稣对门徒说 你们一向听人说 一眼还眼 一牙还牙 我却对你们说 不要抵抗恶人 而且如果有人打你的右甲 你把左甲也转给他 如果有人与你争颂 要拿你的内衣 你连外衣也让给他 如果有人强迫你走一千步 你就同他走两千步 有人求你 就答应他 有人向你借债 你不要拒绝 上主的圣言 居多感恩赞美你 今天我们所听到的 度金医跟家产有关系 这个也是我相信 很多弟兄姐妹所关心的是 我们的产业 我们的财产 我们的家产 应该怎么看待 那么这个拿伯特的故事 它就显示出 不只是一种文化 也是对家长的 其实一种信仰的态度 加入我们自己 对我们父母亲所 继承给我们的家长 有一点感觉 我们为什么不舍 可能把它给变卖 或者是交给别人 可能是因为我们觉得 我们父母亲的邪和钱 就是在这块土地上 他们住在这块土地 很辛苦的工作 他们做农 或者是做生意 做其他的事情 我们会跟这块土地 可能有一些连接 可能会有一些 甚至可以说一些意恋 所以从文化的角度 已经是很不容易的 那对以色列人来说 这个还有一个信仰的一个层次 就像我们听到拿伯特 他为什么拒绝 这个把他的家长给国王 因为他把它认为是祖产 祖先的产业 所以在以色列就业 以色列圣经就业的时代 天主给以色列人分配了不同的产业 每一个支派都有他的产业 那因此我被分配到产业 那就等于是我要好好的保管 我对天主的忠实 也是透过我在照顾这块土地 而来表达 因此变卖这个祖产 或者是有任何的一些变动损害 其实不只是对我本人是很丢脸的 对我的家族 甚至于对天主是很对不起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们看到他对国王的这个互动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所以连国王都没有权利去拿他的这个祖产 他的家产 但是我们很不幸的看到的是很邪恶的事情 也就是这个王后 他就使用一些手段 让拿破特遭遇死亡 非常地不幸地遭遇死亡 而且甚至他用一些可以说看起来是合法的手段 当然在背后是非常的邪恶的 那因此拿破特死了 但是如果我们想想看 你们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 拿破特死了 那照理来说他的家长应该就归给他的后代 或者是至少对他最亲的家人 所以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权利 大概几乎在每一个文化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很符合逻辑的一个思想 我死了那就是我的孩子或者是我的亲戚来继承 但是我们看到的好像就是第二个罪 不只是把拿破特给杀死 而是现在连他的这个家长完全被藏住了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看到罪恶的后果 它越滚越大 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那如果我们听到今天的福音可能会觉得有一点惊讶 因为耶稣说你们不要抵抗恶人 甚至如果有人打你们的诱假 把你们作假也装给他 我们知道我们有一些合法的权利也可以为这些权利辩护 我们也知道耶稣在不同的福音当中 其实他也不断的鼓励我们要好好地管理 天主教给我们的那些能力啊,他能通啊等等 但是最后我们的一个态度也需要稍微去调整 或者是去按照福音的精神去做 也就是无论是家长或者其他的问题 其实最后不是这个世界的家长财产是最重要的 而是天国的财产,天国的家长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累积的有一天会过去 无论是我们自己的家人会继承或者是会被破坏 会失去他的价值等等的都有可能 在天国上所累积的财宝永远不会过去 他就会不断的累积累积 随着我们对天主的信赖 我们随着天主的侍奉 其实这些天堂的财产是最安全的 是最保险的 那我们也怀着这样子的精神 也是看待我们这个世上的事物 我们自己的家长产业 不是我们要把它自己给损坏 但是一旦他有一些失去了他的价值 或者是有一些我们自己也没办法避免的一些坏事情发生 我们也不会绝望 我们也不会绝望 因为有更好的家长财产在天堂等着我们 现在我们一起向天主献上我们的祈祷 主我们把今天的全部生命奉献给你 请你指导我们的思想和原型 使一切都增加你的光源 帮助福音的传播 主愿意以圣宠充满我们的心灵 使我们今天的举止 借以你的旨意为尊神 求你帮助我们全心、全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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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孝爱你 我们决意把个人今天的一切苦乐、成败、奉献给你 并愿把世界各地所举行的弥撒呈献给你 为光荣你的圣名 并为拯救世人 我们要受伴圣父玛利亚 及诸圣神圣神的祷祷 终生日过宜 主,请以你的宠爱沐浴我们的身心 也求你深居我们的父母、家人、亲友及姐妹人 深居教会首长、国家领袖及其证官员 使他们依照你的使命为众人服务 却能永生的天主 求你配赐我们圣神的恩宠 求你把世间的安慰者圣神 经驻于我们 及一切信友的心中 求此我们敬畏及孝爱之神 Amen 求此我们聪明及刚毅之神 Amen 求此我们超见及明达之神 Amen 求此我们最高的上知之神 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 Amen 请大家祈祷 主 求你使一切信仰你的人 捐其成见扫除障碍 使基督的信仰在各处蓬勃发展 求你使一切基督徒走向同一步伐 并使教会同受福音的同大人民 获得你的真心以及生命 我们把一切伤心人的意愿和希望交托在你手中 并奉主耶稣的名为他们祈求 我们的天父 愿意能明受限仰 愿意能扩拦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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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愿意奉行在人间 如同在殿上 求你今天赏给我们如永的施量 求你灌恕我们的罪过 如同我们灌恕别人一样 不要让我们陷入诱惑 担救我们便于生了 阿们 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意能扩淫 愿全能的天主圣父 圣子圣神将付你们 阿们 我们今天的圣道礼 礼成 你们去传报福音吧 感谢天主 爱是恒久人来拥有恩赐 爱是不嫉妒 爱是不自夸不长夸不做害羞的事 不求自己的一处不清理发怒 不求自己的一处不清理发怒 凡是包容 凡是包容 凡是相信 凡是盼望 凡是忍耐 凡是忍耐 凡是要忍耐 爱是不自夸不自夸 爱是永不知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